京剧艺术需要新火相传 让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 同样要一代一代地接力下去 我从148年到今天 不满11岁的时候 开始选择的京剧艺术 可以说京剧艺术 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 这样一个艺术学习的过程 戏曲这一行确实很苦 因为从小就要练功 唱念作的 你不光是要表演 你还要唱得好 所以戏曲它是一个综合艺术 其实我们把自己定位很高 我经常和我的团队的人说 我们不要单单把我们定位 在一个出去一次的访问演出 或者一次寻回商业性的演出 不是的 我们是在去传播的中华文化 传递的中国声音 传递的中国人的这样一种精神面貌 所以我们受到的欢迎也好 产生的反响也好 其实是很积极的 我像我那时候出去演白石传 一下演了十几场白石传 那那个时候老外也是从不懂 一直到最后 做过虚席 最后满台给你扔玫瑰花 一只一只的往上扔 他就觉得很神奇 没想到这个中国的戏曲 这个好玩好看好听 有的人有误解 认为外国人看不懂京剧 所以过去我们出去 我就是我前面说的 闹天宫三叉狗艳党山 我们叫雅剧 只能用肢体语言 那么为什么后来我们的洋门女将 将相和全本的太真外传 这样的文系 凤幻超都能够走出去 其实就是把翻译工作做好 把文字的东西和要推荐的 包括剧情的这种介绍 把它做好 观众在入场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现在国家京剧院 很多都是80后90后 甚至00后 都是青年 绝大部分都是青年演员 无论是个头 扮相 嗓音 他们都非常有条件 但是由于他们在学校 学习的东西 来到剧团以后 它是需要有一个磨练 和锤练的过程 没有十年的时间 一个戏剧演员 不可能站到舞台上去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漫长 或者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必须要去经历的 因为细绝演员要承受的很多 我们首先我们要具备 我们自己的素质 去研究浅清 研究我们的艺术 这样才能达到观众的要求 才能吸引观众 这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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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 哎呀 真香啊 大大 培 再一个确实是细绝演员 也需要一个好的身体素质 你比如说我们就是 你看这个服装 这个靠它有多沉 那戴上凤冠之后 它有多少斤 你化上妆 勒上头 这眉毛要掉起来 这个演员他是一种压力啊 我们有时候说你在台底下 你再走的东西再好 你唱的再好 你一百分 那么到了舞台上 你可能就能表现出五十分来 所以现在对这些年轻人呢 同样我们也肩负着这样一个 呈上启下的责任 要把前辈艺术大师 不仅是留下的艺术宝贵的经验 传递给他们 更多的是要传递大师的 这些艺术品德 和对艺术严谨认真 精益求精的这样一种 艺术创作态度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